很感谢神也很高兴 就是到了台中读书之后 还有机会回到东元教会 与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学习 那今天想要以 因你当走的路甚远这个题目 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想必大家对这句话 应该都不太陌生 就是以利亚呢 她在被追杀的时候 她在逃命的时候 耶和华的使者来告诉她的话 那在一开始的时候 想先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是否曾经有过 当我们很认真的在做神的工作 或是我们很认真的 遵守圣经的道理 遵守神的话语 当个他的好儿女 但是我们却仍然遭受苦难 却仍然在困苦里面的时候呢 那我们先一起翻开 《猎王记上》第十八章第十九节 《猎王记上》第十八章第十九节 那我们现在一起念 我们一起念到第十四节 《猎王记上》第十八章第十九节 现在你当差遣人 招聚以色列众人 和侍奉巴利的那四百五十个先知 并耶喜别所供养 侍奉亚瑟拉的那四百个先知 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 亚哈就差遣人 招聚以色列众人 和先知都上加密山 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 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 若耶和华是神 就当顺从耶和华 若巴利是神 就当顺从巴利 众民一言不答 以利亚对众民说 做耶和华先知的 只剩下我一个人 巴利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个人 当给我们两只牛肚 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 切成筷子 放在柴上 不要点火 我也预备一只牛肚 放在柴上 也不点火 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 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 那降火显应的神 就是神 众民回答说 这话甚好 好那这个呢 就是说到了以利亚先知 和巴利的四百五十个先知的一个对决 还要巴利的四百五十个先知 以及百姓们都上加密山去见他 那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啊 他们正处于信仰的低潮期 他们不遵守神的命令之外 他们更是到处去祭拜偶像 我们一起翻开猎王纪上第十四章 猎王纪上第十四章第二十二节 猎王纪上十四章第二十二节这里说 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犯罪触动他的愤恨 比他们的列祖更甚 他们因为他们在各高纲上 各清脆树下竹坛 立柱像和木偶 国中也有鸾同 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 所赶出了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悟的事 那这里呢就说到 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就像是这样子 他们除了不听从神的命令之外 他们更是烧香献祭 甚至是将他们儿女当作成祭品献上 且在他们崇拜的时候 伴有一些狂欢啊喝酒 或者是一些荒淫堕落的行为 就是一切神看为恶的事情 那在这种全国都偏离正道的情况之下呢 神这时候就兴起了以利亚先知 要他就是让百姓归回正道上 也要他来证明说 到底巴黎才是真神 还是耶和华才是真神 那我们再继续看到猎王纪上第十八章 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 猎王纪上十八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念 以利亚对巴黎的先知说 你们既是人多 当先挑选一只牛肚 预备好了 就求告你们神的名 却不要颠火 他们将所得的牛肚预备好了 从早晨到五间求告巴黎的名说 巴黎啊求你应允我们 却没有声音 没有应允的 他们在所足的坛四围永跳 到了正午 以利亚嬉笑他们说 大声求告吧 因为他是神 他或默想 或走到一边 或行路 或睡觉 你们当叫醒他 他们大声求告 按着他们的规矩 用刀枪自割 自刺 直到身体流血 那这时候呢 可以看到 作为耶和华的先知 只有以利亚一个人 那作为巴黎的先知呢 却有四百五十个人 当时以利亚 他就提出了一个想法 他就拿出了两只牛肚 他就跟巴黎的先知说 你们可以先选一只牛肚 把这个牛肚切成块 放在柴上 且不要点火 那以利亚呢 他也会照做 那巴黎的先知 他可以去求告 他们神的名 以利亚先知 会去求告 耶和华真神的名 那哪一个神 降下火来 哪一个神 就是真神 那这时候呢 巴黎的先知 他就照做了 他把牛切成了块 放在柴上 且不点火 且大声地求告 他们神的名 从早晨求到了五间 却没有声音 也没有应允 他们甚至在 他们的弹四周跳舞 甚至是按照他们的规矩 用他们的刀啊 用枪 割他们自己 刺他们自己 把他们身体都用了流血 但一直到了晚上 他们的神 也没有理会 也没有应允 那这时候 以利亚先知 他做了什么呢 我们继续来看到 列王记上十八章 第三十节 我们一起念到 第三十八节 列王记上十八章 第三十节 以利亚对重名说 你们到我这里来 重名就到他那里 他便重修 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 以利亚照雅各 各子孙 自派的树木 取了十二块石头 耶和华的话 曾临到雅各说 你的名要叫以色列 用这些石头 作为耶和华的 逐一座坛 在坛的四围挖钩 可容骨重二细雅 又在坛上摆好了柴 把牛肚切成筷子 放在柴上 对众人说 你们用四个桶 盛满水 倒在凡济和柴上 又说到第二次 他们就到第二次 又说到第三次 他们就到第三次 水流在坛的四围 沟里也满了水 到了献晚济的时候 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 亚伯拉罕 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 求你今日使人知道 你是以色列的神 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 又是奉你的命 行这一切事 耶和华 求你应允我 应允我 使这名知道 你耶和华是神 又知道 是你叫这名的新回转 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 烧尽凡济 木柴 石头 尘土 又烧干 沟里的水 好 那从这里可以看到呢 以利亚先知 叫众人到他那里 他拿了十二块石头 煮成了坛 并且在坛了四周 挖沟 那又在坛上摆好了柴 还有他切好的牛肚 并对众人说 你们拿四个桶子来 且装满了水 且倒了三次 那总共就倒了十二桶水 在这个柴上 在这个凡计上面 然后我们都知道说 是一个干的东西 比较容易烧起来呢 还是一个湿的东西 比较容易烧起来 应该是一个干的东西 比较容易烧起来吧 但是以利亚需要 他们这样子做 为的就是证明 耶和华他是真神 那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呢 以利亚他就呼求了 天上的真神 天上的真神也降下了火 烧尽了所有的凡计和木材 那看见的众人呢 他们都伏伏在地 知道了耶和华是神 那以利亚也借此把 巴黎的四百五十个先知都杀掉 好 那从这个故事来看呢 以利亚是一个 非常 对神非常有信心 也非常有勇气的一个先知 他一个人 他是面对了四百五十个巴黎的先知 我们想想我们自己 我们可能自己在外面 我们一个人 面对一个对我们信仰提出质疑的人 面对一个对我们信仰提出疑问的人 我们都可能觉得很害怕 很胆怯 很不知所措 那何况是以利亚呢 他一个人 他面对了四百五十个巴黎的先知 那看完以利亚他的所作所为 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对神大有信心的以利亚 他的人生以后一定是一帆风顺 以后一定是蒙神的带领 但以利亚他后面遇到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看猎王纪上第十九章第一节 猎王纪上第十九章第一节 我们一起念到第四节 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 和他用力杀众先知的事 都告诉耶喜别 耶喜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 告诉他说 明日约在这时候 我若不使你的性命 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 愿神明重重的降伐于我 以利亚见这光景 就起来逃命 到了犹大的别市吧 将仆人留在那里 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 来到一棵罗藤树下 就坐在那里求死 说耶和华罢了 求你取我的性命 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 好 那从这里可以看到呢 耶喜别因为以利亚 杀了他的巴黎的先知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生气 他就要派人去杀死以利亚 以利亚他这时候 他就开始害怕 所以他开始逃命 甚至是向神求死 那这时候的以利亚呢 他虽然跟巴黎的先知 对决当中 他得到了胜利 他看到了神与他同在 但是他的信心 却从高峰跌到了谷底 他开始觉得 他是一个无用的人 他开始觉得 他的能力不胜于他的列祖 他开始担心 他开始害怕 毕竟以利亚也跟我们一样 他是人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今天我们是以利亚的话 我们的信心会是如何呢 今天在我们对神大有信心 大发热心的为神做圣工的时候 但是神却把一个困难 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会是怎么样呢 那看到以利亚的这个遭遇 就让我想起了约瑟的故事 约瑟因为哥哥对他的嫉妒 把他卖给了以时玛利人 以时玛利人就下到了埃及 就把他卖给了法老的内臣 就是护卫长波提法 那约瑟一开始在埃及的日子呢 都蒙神的保守 且在他手上所办的一切事情 尽都顺利 那这个波提法就是他的主人 看到这个约瑟手上办的事情 怎么都这么顺利呢 他就把他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交给了约瑟去管理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熟悉的故事了 波提法的老婆 也就是竹母就来引诱约瑟 想要跟约瑟同情 那这时候约瑟他说了什么呢 他告诉他说 我岂能做这大恶去得罪神呢 约瑟拒绝了竹母 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了这句话 我岂能做这大恶去得罪神呢 约瑟拒绝竹母 是因为他自己吗 并不是的 是因为他不想要得罪神 他就知道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 所以他逃离了竹母 便跑到外头去 那这时候他留下他的外衣 在那个竹母的手上 那这时候竹母他就去陷害约瑟嘛 他就告诉波提法说 是约瑟要欺负他 那这时候波提法他就非常的生气 就把约瑟吓到尖利 那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 约瑟从头到尾 他都是遵行着神的命令 他逃离了竹母的诱惑 但他的下场是什么呢 他是被吓到尖利 那从创世纪41章这里可以看到 约瑟被吓到尖利的时间 大约是两年的时间 是因为他到最后帮王解梦之后 他才出了监狱 且当上了埃及的宅相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 约瑟他的一生是非常的平顺吗 是一开始生出来在他的家庭 全家就爱着他吗 是他一开始就生出来 然后就当上了宅相吗 并不是的 约瑟他的一生呢 是从被他哥哥嫉妒 被卖到了埃及 一直到被竹母陷害 被吓到了尖利 那他的一生都是这么的不顺遂 那换作我们今天是约瑟的话 我们心里会怎么想呢 是会对神满口的怨言吗 还是不停的埋怨神呢 我们是会告诉神说 我都这么听你的话 我都这么听爸爸的话 为什么会被卖到埃及 我都这么遵守了你的命令 逃离了竹母的诱惑 为什么你让我被吓到尖利 那这样子的约瑟 他对他的人生是怎么说呢 我们一起看到创世纪50章 我们一起看创世纪50章第20节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 那我们知道在这里呢 约瑟他已经看到神美好的旨意 因为当时的约瑟他们家乡闹了饥荒 然后他的哥哥们呢 就到了埃及求食物吃 那他到埃及求食物吃的时候 刚好是约瑟当上宰相的时候 那约瑟在这时候 他就明白了神的意思 他就原谅了他的哥哥们 甚至把他们全家都接到了埃及 在埃及地住了下来 那从这里可以看到 在约瑟他遭遇许多的不幸之后呢 他说了什么 他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或许在生活当中 我们常常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 发生在我的身上 或是发生在我家人的身上 但就像当时的约瑟一样 他不知道为什么 当时他会被他的哥哥们卖掉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遵行神的话 逃离了竹母的诱惑 他却被吓到尖利 我们一起翻开诗篇第73篇 我们一起看诗篇第73篇第13节 诗篇73篇第13节 我们一起念到16节 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 突然洗手表明无辜 因为我终日遭灾难 每早晨受惩治 我若说我要这样讲 这就是以奸诈代你的重子 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 眼看实戏为难 好 在整个诗篇73篇里面 这里就讲到了 一人遭灾难 二人却想平安这件事情 那到了16节呢 他这里说到 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 眼看实戏为难 意思就是说 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 就是神让一人遭灾难这件事情呢 用我们人的眼光去看 用我们人的角度去看 实在是太难理解 实在是太不明白了 好 那我们再看回到 《猎王记》上第19章这边 我们来看在以利亚 他向神求死之后呢 神对他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一起念 《猎王记》上第19章第5节 我们一起念到第8节 《猎王记》上19章第5节 他就躺在罗藤树下 睡着了 一个天使拍他说 起来吃吧 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 与炭火烧的饼 他就吃了喝了 仍然躺下 耶和华的使者 第二次来拍他说 起来吃吧 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 他就起来吃了喝了 仗着这饮食的力 走了40周夜 好从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以利亚他现在的身心灵状态 一定是非常的软弱 非常的疲惫的 那这时候神对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把5到8节这边 就是我把它列成了三点 就是神在人软弱的时候 或是神在人遭遇苦难的时候 或对人做了三件事情 那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神会体恤我们的软弱 就像以利亚他在求死的时候呢 神派天使来找他 且在第一次找他的时候 以利亚起来 他吃完了饼 喝完了水 他却仍然躺下 但是神是会体恤人软弱的神 他会体恤我们的软弱 并且不会放弃正在软弱当中的我们 忍人让神的使者 第二次再来教醒以利亚 我们一起翻开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第26节 罗马书第八章第26节 这里说 况且我们的软弱 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已经难过到 不知道该怎么说 或是该如何说起自己的情绪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 就算我们软弱到这样的地步 但都没有关系 因为圣灵会替我们祷告 我曾经听我的朋友分享过 他也是在祷告当中 他不知道该怎么跟主耶稣说起 他现在在难过什么 他不知道该怎么跟主耶稣说起 他遇到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听听他自己灵言祷告的声音 我们都知道我们发出来的灵言 不是我们自己发出来的 那他就在那个祷告当中呢 他听了自己灵言祷告的声音 就感受到神好像一直跟他同在 就感受到神大大的安慰 但圣灵为我们祷告的前提是什么呢 是我们必须要先跪下来祷告 就像是以利亚 他必须要先起来 他要先起来理天使 他要先起来吃了这个饼 喝了这个水 他才能得着能力 好来到第二点 神在我们软弱当中 会为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神会加添我们足够的心力 我们先来看诗篇39篇 诗篇39篇第13节 诗篇39篇第13节 求你宽容我 使我在去而不返之间 可以力量复原 那这里呢 就是像给予以利亚的饼和水一样 让以利亚呢 他吃了这个饼 喝了这个水之后 他有足够的力气 走完了40昼夜 也就像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这边说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这里是保罗说到 神的能力 会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有句话说 苦难就像是包装过后的恩典 正因为有这些苦难呢 我们才能知道 让我们生活顺遂的 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厉害 让我们得着健康平安的 不是因为我们花了多少的钱 去买昂贵的保健食品 让我们拥有成就的 不是我们自己多有本事 而是靠着神的大能 以及神的帮助 我们才能得着这些 那或许现在的我们呢 是正在遭遇苦难 可能是生活当中 可能是信仰圣工上面的 但是我们不用在当中灰心 因为我们就算 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力气了 但我们要记得 神会加添给我们足够的力气 去度过眼前 看似不可能解决的困难 那第三点 神会 神会在我们苦难当中 为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神会安排好我们的道路 我们一起翻开以赛亚书 我们一起翻开以赛亚书55章 第八节 我们一起看以赛亚书55章第八节 我们一起念到第十一节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雨雪从天而降 并不返回 却滋润地土 使地上发芽结石 使洒种的有种 使药吃的有粮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 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 彼然亨通 好这里说到 主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主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我们常常看不明白 神要给我们的是什么 为什么让这些面临到 为什么让我们面临到这些事情上面 为什么让我们面临这些考验 但就像是伊利亚 她不知道为什么 当她对神大有信心的时候 她向大家证明耶和华是神的时候 且大家都看见神的作为了 但是大家仍然不相信 她仍然面对的是坏皇后 也喜别的追杀 也就像约瑟 她遵守了神的话 她逃离竹母的诱惑 但她换来的却是什么 她却是被吓到尖底 我们一起看我们刚刚念过的 以赛亚书55章第11节 以赛亚书55章第11节这里说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 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 必然亨通 那也就像是刚刚我们翻到 创世纪第50章那边说 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很多时候是我们正在经历苦难当中的时候 我们很难看到神的旨意是哪里好 今天我考试考不好了 今天我被公司的主管骂了 今天我出车祸了 今天我生病了 我们常常觉得 这难道就是神的旨意吗 神的旨意不是都是好的吗 那我遇到这些事情 到底是哪里好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以利亚 她已经觉得 她已经武力到向神求死 但是神的使者却告诉她说 你当走的路甚远 当时的以利亚 她肯定是觉得说 我都没有力气了 你怎么说 我当走的路还有很远呢 我就是没有办法走那么远的路 所以我才在这里求死 那在人看来的尽头 却是在神的起头 因着神的加添 因着神的怜悯 以利亚她借着这一瓶水 还有这个炭火烧的饼 她吃完之后 仗着这样子的力气 她走了四十个咒业 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八章 第三十七节 罗马书第八章 第三十七节 八章三十七节 这里说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我们都知道 吃了这个饼 喝了这个水 能给予我们的力气 绝对不够人走那么长远的路 那我们每天早上呢 我们人一般早上起来 我们可能就肚子饿了 我们就会吃早餐 那吃完早餐之后呢 我们隔没多久 我们就会想吃中餐了 那吃完中餐 又隔没几个小时 又到了我们晚餐时间 我们又吃了晚餐 甚至是一天 在吃完三餐之后呢 你到了晚上睡觉之前 你又肚子饿了 你又吃了宵夜 但是 在这里 以利亚却靠着这一瓶水 还有这个炭火烧的饼 她却足够她走 四十个昼夜的路 那我们从这里 就看得到说 一定是有神满满的加添 满满的带领 让他可以走 那么长远的路 所以我们每个人 所遇见的每个困难 每个软弱 神其实都知道 也是神在给予我们的道路上面 所安排好的 我们只要记得 神会加添我们足够的力气 去完成 他所安排给我们的道路 那在苦难当中呢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面对 才能在这一切事上 像罗马书这边说的 靠着神 而得胜有余呢 那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三点 我所整理的 就是在 人在困难当中 应该怎么做呢 第一点 就是不离开神的慈爱 我们来看罗马书 第八章 第三十五节 罗马书 第八章 第三十五节 这里说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肉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我们再看到第三十八节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里的 那这里说到 有什么事情 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 是逼迫吗 是患难吗 是饥饿吗 是生 是死吗 不管什么事情 都不足以 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那我们再来看到 约翰一书第四章 第十六节 约翰一书第四章 第十六节 这里说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知道 也信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若离开了神的爱 神就没有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没有住在神的里面 没有神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没有神的帮助 我们没有神的帮助 我们要怎么在患难当中 坦然无惧 且得胜有余呢 那第二个 是人在患难当中 要做的事情 就是细听神 微小的声音 我们再来看到 列王纪上第十九章 列王纪上第十九章 第十一节 列王纪上十九章 第十一节 这里说 耶和华说 你出来 站在山上 在我面前 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 在他面前有裂风大作 崩山碎石 耶和华却不在风中 风后地震 耶和华却不在其中 地震后有火 耶和华也不在火中 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那从这里可以看到 神的声音会是在哪里呢 是在裂风当中吗 是在崩山碎石中吗 是在火中吗 从这里可以看到 都不是的 神的声音是微小的 我们总认为 神给予我们的回应 就是要让我们看见大神迹 又或是看见异象 又或是神亲自的与我们说话 又或是神亲自的来抱我们一下 如果没有看见这些 我们似乎都觉得 我们的祷告神 好像都没有回应 但是有些时候呢 神给我们的答案 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来告诉我们 不会再一次就将所有的答案 所有的解答 摆在我们的面前 那小妹今年大四 那在三年之前呢 就是小妹打一的时候 其实我也不明白 神为什么要让我来 要让我去到台中读书 我也不明白 我现在 为什么我现在会在这个学校 或是我会来这个科系读 又或是我会到 我现在的 这个团契 那在这个问题呢 在我的心中 以及在我的祷告当中 我求问了神 大概三年的时间 神并没有马上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 但是他常常借由圣公 或是生活中发生的 每一件事情来告诉我 他要我来到这里的原因 那在上了大学之后呢 我常常把我现在的生活 以及我当初想象要过的生活 我想象要去了学校 我想象要读了科系 我想象要去了团契 做个比较 就会发现 神原来要我来到这里 是要我去学习什么 是要我去体会什么 是要我去成长些什么 在以赛亚书第59章第一节这边说 耶和华的绑壁 并非缩短 不能拯救 耳朵并非发唇 不能听见 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祷告 神好像都没有垂听 但其实不是的 神的声音是微笑的 是要在我们心无杂念 且到空自己的时候 才能听到 才能感受到 在诗篇第62篇那边说 专心等候神 心里是要静默无声 如果我们自己已经被自己 心里太多的声音去填满 我们心里已经有太多 先入为主的想法 先入为主的观念 那我们就很难去听到 以及感受到神要告诉我们的事情 那第三点 神要我们在苦难当中做些什么呢 就是全然的相信 那在两年前呢 小妹去参加了大专的神学训练班 那在那次的神训班当中的师诵老师呢 会在每次师诵课之前 在黑板上写下那次师诵课的主题 那有一天的主题呢 他上面就写着信靠顺服 那在那次师诵课结束之后 老师就对这个主题下了一个结论 他就告诉我们说 真正的信靠顺服 是你先相信了之后 你跪下祷告 祷告完之后 你发现你所求的与事实不一样的时候 你仍然选择顺服 这才是真正的信靠顺服 我们常常因为在生活当中发现 很多时候发生的事情 不是我所想要的 或是我所规划的 不论是升学 又或是工作 又或是我们遭遇的每件事情 在这种时候 我们常常不知道该如何顺服 又或是说我们该如何相信 也就像刚刚说到了以利亚 她不知道她该怎么面对 坏皇后耶洗别的追杀 她不知道该怎么让百姓相信 耶和华是神 她不知道为什么她会遭遇这些 那我们一起来看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我们一起念到第二节 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中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那在这里说 我们应当放下我们各样的重担 奔向那前头的路程 那这前头的路程是什么呢 就是神为我们预备好的路 这里又说 要仰望那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中的耶稣 神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 因为有他 我们才有信心 那神也是我们信心的成中者 因为有他 我们的信心才得以完全 那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三点 在苦难当中 神会为我们做的事情 以及三点 在苦难当中 人应该做的事情 那简单来说呢 就是相信神 顺服神 神就会负责 他会负责带领我们 走过我们眼前的困难 他会负责擦去我们所有的眼泪 他会负责我们下一步 该怎么走 那想在最后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小妹的一个见证 在去年呢 我接任一份圣工 这份圣工是 在 就是在中区的一个圣工 那在这个圣工里面 我觉得我几乎已经用尽 我自己的权利 甚至在好几次祷告里面 我都告诉主耶稣说 我真的尽我的权利了 我觉得我真的不行 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但这个圣工带给我的疲惫 不是因为这个圣工有多么的困难 而是在这个圣工当中 一起做事情的同工 因为大家彼此之间有一些摩擦 再加上就是 那个圣工的人数很多 所以就会引来一些批评 以及闲言闲语 那其实这件事情呢 对我来说影响很大 我开始会想 为什么一起做事情的同工 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呢 甚至因为那次对同工的失望 我就在祷告里面告诉主耶稣说 我再也不要接这种站在台面上的工作 就算你给我 我也不要接了 那在那阵子里面 其实我在每次的祷告 我都一直不断的问神说 我只是想要好好为你做圣工而已 我只是想要好好为你努力而已 那为什么你让我遭遇这些事情呢 那就到了那个圣工结束之后 我们开了一个检讨会 在那个检讨会里面呢 我们的大哥姐 就给了我们每个人一张经节卡 那每个人的经节上面都是写不一样的 那我拿到我的经节卡之后 我的经节卡上面就写 起来吃吧 因为你当走的路 圣源 那那时候我看完了这句话 我就在心里面说 我没有力气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走那么远的路 那时候我和以利亚一样 我没有马上的起来 我心中仍然非常的疲惫 我仍然告诉主耶稣说 我不想做了 那隔了没多久呢 就有个大哥跑来问我 就问我说 你愿不愿意再接下这份圣工 且是接下另外一个职位 但我知道这个职位 是更要让大家 就是大家更会看见我 这个职位是必须站在前面 带领大家的一个角色 但我那时候我心里是有点抗拒 也有点犹豫的 毕竟我都在祷告里面 跟指揮族这样子说了 但那时候 我并不知道该怎么拒绝 也不敢马上的拒绝大哥 我就告诉大哥说 你让我回去祷告看看 那就在那之后呢 也就是来到今年年初的寒假 那在这个寒假当中 我接了两梯的赢队圣工 在那个圣工里面 我深刻地感受到同工的美好 是可以一起为同一个目标努力 是可以互相分享自己的软弱 且互相帮补 是可以互相扶持对方 互相帮忙对方 且都是默默地付出 且不求回报 甚至在第二梯营队当中呢 我们最后一个晚上 我们那组的同工 有一个彼此分享的时间 那在那段时间里面 我才知道 原来在那梯营队 来到我们那组的同工 其实我们都是带着一些不理解 还有一些伤痛来到这里的 有些人 他觉得他很久没有体会到神 有些人 他在圣工里面受过了伤 有些人 他正在处于信仰的低潮期 但是大家 他依旧是为了主耶稣 勇敢地来到这里做工 且是为着同一个目标努力 那在那场营队过后呢 我很感动 我也思考了很多 我们做一份圣工 我们的目光是放在哪里呢 是放在我们受伤的地方吗 是放在我们自己身上吗 还是放在我们身边的人身上呢 还是我们应该定睛向神 放在神的身上呢 那在那次营队之后 我就鼓起了勇气 回应了大哥 我愿意接下这份圣工 为主耶稣继续努力 因为他对我说 我当走的路 甚远 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知道大家现在正在经历什么呢 是在信仰的低潮期吗 是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吗 还是在圣工上面受了伤 又或是对主耶稣 给你们的安排有所失望 但是不论如何 都不要忘记 在软弱之时 把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 停起来 仰望那为我们信心 创始 城中的耶稣 相信他的带领 相信他的安排 相信他的道路 因为我们当走的路 甚远 那最后 愿一切荣耀 颂赞 都归于天上的真神 阿们 最后